那些错误的话,那你其实可以试试看 让它不要去修改某些东西 那可以达到什么?也可以达到效率的提升 那输入完毕之后呢,相对的你要把这些资料储存起来 不过我这边 只有做几个资料的储存 一 这个是B2 还有这个 哪一天订的 这个 也就是说我把上面这几个栏位 上面这几个格子的资料怎么样 我希望能够帮我怎么样 存到这个消货名系 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要想说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很顺利的 把资料搬到这边来 搬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还要再做什么 再把资料清空 单号再加一 不过要搬过来之前呢 你要先确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到底你消货名系 它的最下面一笔是在哪里 有没有 有点像Ctrl向下 你需要知道一个讯息 就是 你要写在哪一个位置 你不能乱写啊 你每次都写在这里 那每次都盖掉盖掉盖掉 再加一 为什么加一呢 因为我要写到最下面这一列的下面 第一个 你已经知道 这一地 到底应该写在哪一列 第二个可能发生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有个状况 如果它里面完全没资料 但是你如果 把它侦测 比如说A1 坦错向下的话 它回来 因为我这个是相容模式 就是2003以前 它是6536 它会告诉你6536 6536不对啊 你总不可能写在6536的下面一笔 那下面没有位置了 会产生错误 所以怎么办呢 我需要判断 判断什么呢 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 A2这个储存格里面 没有东西的话 那表是什么 它这个表格 就是消货名系里面 是一笔记录都没有 那如果一笔记录都没有的话呢 那我就从第二列开始 OK 这个逻辑大概是这样子 也就是要先知道 你将来 要把你的资料放在哪里 这件事情 OK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样把资料存过来 这里的话呢 我们 来看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我这边写好的 基本上呢 在 云端上面呢 我也有做一些 注记 就是说 做一些注解 让你们知道 该怎么写 那我把稍微 它那个字稍微放大一下下 撰写风格把它改成12号字好了 大概12号字就够了 那首先的话 一样 新增一个模组了 这个前面讲过了 然后呢 再插入一个什么程序 这个程序的名称也许叫做新增资料 我要把我填的资料新增在销货名系 那基本上 会有 几个重点 一判断 销货名系的 一负 因为我我刚刚有判断一下就是那A2是不是等于空白的 有没有 但是我是在哪个工作表呢 是在销货名系这个工作表的地方去判断 那有两个做法 一个是我切过来 切过来之后的话呢 去判断它这个里面是不是空白的 但是你切过来之后 你就要再切过去 变成要切来切去 这样子 比较麻烦 因为你切来切去有时候 画面会闪动 另外的话呢 感觉让使用者也 其实不舒服 所以怎么办呢 有第二种做法 如果你不切过去的话 你直接在什么 在这个储存格 Range 的前面怎么样 再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哪一个工作表的叙述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 如果将来你们遇到那个 跨工作表 资料的交换